诶 这个人知道这个 有两个人吗 快点 开始想 我现在开始开了 两个开金店 哈哈 我操 你这个Leon Chris的机器 你先关掉 我真是想不起来 家里是开金店的 这那个老头 其貌不扬他 怎么可能 别见什么火把头放你 开金店的 我们家还开钻石店的 对 四不假的 开始我讲到什么 你真心跳的说的 他们刚才那一说的是真的 他不可以说的 就是趁你走了之后才说的 他妈不用你 你急削 对啊 就是这样 想不想想 你老天可以逗逗 翻弄好了他俩 你看别人都不说 我觉得那个老头没老婆没孩子 有有有 他说你厉害 婚戒 婚戒 他这样的 然后一路上就教我 我说我说好 我说那你有太太 他说我有啊 我孩子两个 那骗人呢 我说那如果你 比如讲你家各地都有 那你回去之后 那你见到你太太 那怎么办啊 他说你千万记得我一句话 所有的钱 不要都放在账上 一定要有自己的小金库 这第一 我说这样经费问题就解决了 那你现在你学会了 那是 没有啊 还好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然后我讲 我讲你有婚戒啊 那怎么办 你傻呀 出去玩的时候摘掉嘛 他说每次我回到家 进家第一件事 一先从钱包掏出来 就带上去 哈哈哈 还不怕丢啊 哇 这个和史密斯夫妇不是一样的吗 他们两个人都回家 就把戒指带上 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想说 如果 对这就是婚戒嘛 如果你像谢霆锋这个事情 他脱掉了 那肯定就意味着什么 而且在公众场合脱掉了 不是说回来会洗澡 然后脱掉了 在公众场合忘带了 就是说是 就是说是 还要总在想想 还要吃 哈哈哈 这昏镜 好 可以关键 我觉得这地方真的蛮苦的 哇 西沙 谁把你们抢开了 真的 我披萨洗不抢 其实还是冷的吧 这个机器应该是新的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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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吧 还有啊 对 我们可以吃饭了 要不要喝 对 吃饭了 吃饭了 看这个 就能吃饭了 吃饭了 整个 全部都去喝了 是 吃饭了 我吃饭了 是 你会吃饭了 吃饭了 是 你是不是 晚上说有什么需要叫鸡叫鸡 哎不是 你醉这 你刚刚叫什么 这个表情太假了 有一点 那我们来做一个天天美食节目 今天我们来到了 这个 你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来到西洛区 相当于台湾的东区了 来到著名的 现在我们来品尝这些美食 叫做鸡翅 哇塞 有个完整的 有个完整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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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表情 哇 好好吃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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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形容一下 花呀 怎么形容的 有没有 有没有 花呀 太傻了 跟美国回来以后就不一样了 哎呀好了啦 吃饭了 这是啥 叫什么 叫什么 在服务员介绍一下 普通的鱼沙拉 我开了 这道菜卖得很贵了 七欧元 我尝一下 这个 拌匀一点 太干了吧 这个 有没有 有没有 他喜欢干 好好吃哦 好好吃哦 有没有 这三家千层糕了 把这道菜拿来吃 哇 都没有了 妈呀 哎 千层糕爱尔兰叫什么 就 就 西班牙的 叫啥 西班牙的 坦桑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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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叫 坦桑尼亚 有没有 但是和五号的酱没有办法比 明天哦 就是明天 哎 超市没有罐头吧 没有 没有 你去买鱼罐头哦 拜拜 哎 挖点鱼罐头带回家坐 拿点 哦 鱼罐头不够 被你吃完了 谢谢大家